各位粉絲團的各位大家好 早上因為剛好也有直播 下午的直播其實它的底盤系統又一樣是TNGA 早上大概有跟車友們介紹過了 那這部車因為我們沒有開過直播 所以雖然底盤架構一樣 那還是開個直播跟車友分享一下 因為它的前面的懸吊系統一樣是TNGA 可是它的系統並不一樣 這台車是Lessus 2019年款的ES300H 那基本上它的架構引擎也好 還有其他的架構也好 是跟進口Camero的8代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主結構像這台的話一樣是2.5升的 油電引擎 它的底盤架構一樣是最新的TNGA的底盤 那我們一樣先來介紹一下它的原廠避震器 其實跟早上的RAV4的避震器是都很相近的 那第一個一樣要再來講解它前面的斜度了 這台車它的前面的斜度是不太一樣的 早上的RAV4它的斜度沒有那麼的斜 這台的斜度比較斜一點是不一樣的 上座的規格也不一樣 雖然一樣是TNGA的底盤 可是它的一些小地方是不一樣的 那前面一樣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它的彈簧配置的話是我們一樣是配置 200長7公斤的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這個是前面 那前面的話還有一個這個算是斜正塊 這個是原廠才配置的斜正塊 這個改裝避震器的話就不需要安裝沒有關係 這是前面的 那前面的上座就是KT就有附一個新的上座 上座的話不需要再拆下來做沿用 這個小零件的話好像是Lazos才有 Tamory的話我記得是沒有這個防水蓋 它應該叫防水蓋 好 這是後方的彈簧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彈簧也比較長 那這個世代的TNGA的底盤 它的彈簧是走一個長行程的彈簧 可是阻尼並不是長行程 因為跟早上經理所介紹的一樣 它後方的避震器TNGA的設計 它是設計在比較靠近支點 比較靠近內側 所以它的後方的阻尼的行程 其實是跑一個短行程高阻尼的設定 如果跟早上一樣 如果往下壓的話它的阻力力道 會比一般的阻尼還要來的強一點點 這個是後方 那後方有一個很大型的上座 這個上座就是需要沿用原廠 這個 這是後方的饅頭 像這些饅頭啦 或者是防塵套這些的零配件的話 KT就有附了 不需要再沿用原廠這些小配件 先來介紹後方好了 後方的話 這一款車跟早上Ruffle一樣 都是一樣都已經改成電子手煞車了 那本來的話 我們預計還要幫車友來更換後方的來臨片 可是它後方的來臨片更換上 比較麻煩一點 需要再做編程才有辦法把它拖塞退回去 所以待會再來施工 那這個是後方的一個上座 這個是原廠型的上座 上座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 那下方的話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就是在調整後方阻尼的 基本上介紹好像都跟早上一模一樣 那Hilo Key的話也是一樣坐在下方這裡 這個彈簧跟早上Ruffle一樣 因為這台車跟Ruffle的車重都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們後方一樣是配置6公斤的230長的彈簧 這是後方的彈簧 那後方的一個定位時候的角度 是在這個下直臂的內側 它有一顆偏心螺絲 那一顆螺絲的話是可以調整 竖腳跟微幅的Camper 但是如果車高也要降很低的話 就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可是經理的話有詢問過 這一台車的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目前好像還沒有人有坐後方 所以今天的車高其實有沒有降得很低 後方的話是 預計降低原來 降低兩指幅左右 沒有要降得很低 那後方的一個安裝的重點就是 筒身不能說得太短 筒身一旦說得太短 它的彈簧預載過高 就會不太好做 這是後面的部分簡單介紹完畢 但這台車應該介紹的是 它的整體的造型 跟前一個世代的ES系列 都不太一樣 是流線很多 而且底盤也算是一個大改造吧 2019年款的 那換前面了 前面的它的避震器結構 其實跟CAMERY的8代很相近 那這一個引擎也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是現在目前CAMERY 這一個大型 中大型方車一個主力的引擎 2.5升 然後是一個油電的系統 如果應該跟CAMERY是共用啦 但是應該也跟RAW4都是共用系統 都是這一套油電加引擎2.5升的 那上座剛剛提到過的就是這個斜度 這個斜度的話很斜 它的斜度的話 是這台車專屬的一個斜度 那上座的話是三顆螺絲 這裡有一個KT的旋鈕 往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 30段的阻尼可以來做調整 那前面的一些油管架跟ABS感應線是那邊 好 這條彈簧應該來個特寫好了 這條彈簧它是200長 大概7公斤的 那它是做一個大旋徑的彈簧 它的回饋 遇到路感的回饋會比較順暢一點 就是它遇到坑洞的一個 往下壓跟回彈的一個力道 會比較反和一點 所以像這樣大型房車的話 就跟我們工廠裡面的試乘車一樣 Camberry 它的軸距都比較長 那這個乘坐的舒適度 就是一定需要兼顧到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這台車我們前面的彈簧 配置了17公斤 那是一個大捲的彈簧 那像這樣彈簧的話 它跟直捲的差異 它所作動 上下作動的一個行程 也會比直捲的彈簧還要來的長一點點 所以它乘坐感的話會比較舒適一點 那這裡的油管固定架 這個車系從Camberry的七代吧 七代八代的話都是這裡的局部結構都是一樣的 那離載串固定點的話就是跟原廠一樣 所以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規格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改短的離載串 或者是再多花備用改可調式的離載串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今天改裝的訴求大概有兩個 第一個原廠的BG其實TNG的底盤已經好很多了 已經很穩了 但是車主的訴求有兩個 第一個它希望車高能夠降低 降低大概兩指幅左右 所以也沒有降的特別低 那KD的話就是可以調整車高了 所以車主的需求是第一個 它希望降低兩指幅 第二個是希望過彎時候的側傾幅度呢 能夠少一點點 所以車主的話好像是昨天來試乘 對 昨天來試乘 那試乘的車輛是Golf 因為昨天的CAMELY剛好不在 所以試乘的是Golf GTI 那車主試乘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今天就預約來安裝 所以安裝的版本就是經理推薦它裝的是道路的版本 那KD的阻尼油部分的話是使用意大利IP的阻尼油 然後油封的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這個算是日系車啦 跟早上的Raffle一樣 這個日系車的話在日本的話一定有很多的車油 裝的是日本的Tim嘛 Tim的話雖然單價比較高 那Tim的用料其實也都不錯 Tim所使用的油封跟KD一樣都是使用日本NOK的最大品牌的油封 它的耐用度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那KD本身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所以也許有可能用了三年五年之後 如果你有裂化或者是有一個異常狀況 任何一個零件都是可以來針對這些零件來做汰換 跟翻修維修處理 像是這個防塵套啦 這個饅頭都是有可能之後是一個消耗品 這些都是可以單獨來做更換的 那前面的車靠調整比後面更單純喔 前面的車靠調整就是調整它整體的長度 我們把桶身腳管的長度把它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所以這台車能夠調高跟調低的範圍呢 也會比較快一點點 OK 以上是今天Lessus ES300 2019年款TNGA底盤的一個介紹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對產品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朋友聯絡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 掰掰 ientsank! 什麼時候會很好的 眼睛 塑造你的手